中文越來越順了短短一句話藏滿表情包 幾乎是半個台灣人的啦啦隊員李多慧 似乎已經有長期留台灣的打算 拉啦隊之餘不排除結束其他職業 也因為考到台灣機車駕照 現在想去哪兒可以自己行動 只是先前為花蓮地震鎮災 捐了台幣三十萬元 網路上就有影片提到 不犯韓國網友批評 他從未捐款給韓國過 這是賣國賊的行為嗎 不受留言影響 另一位同樣來自韓國 也擁有高人氣的啦啦隊員李雅音 原地二十二號要在新莊棒球場應援 賽事因為大雨取消 見不到雅音怎麼辦 他沒有失約 親自走到大門 因為若錯過這次 他就因為合約到期 無法參加延期場次 貼心小舉動 卻卻讓苦等的粉絲 覺得倍感窩心 TV宣傳 趙世平 林農司 張文区 泰國寮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靠岸 被訴訟 被訴貟 被訴訟